这是人类消失后的一百年 四周散落着机械的残骸 忽然一只脚将人类的头骨踩得粉碎 这竟然是一个机器人 没错 这是来参观人类世界遗迹的三个机器人 人类毁灭后的城市 对他们来说是难得一见的风景 远处的大楼上竟然斜插这一艘邮轮 看倒它的方向 此地似乎曾经经历过巨大的海象 来到第一个景点 看着墙上鲜血流下的遗书 这个啦啦队美女似乎走得不那么安详 就在三菱柱拍照打卡的时候 小橘子有了个新奇的发现 竟然是个还有气的篮球 小白好奇地问这玩意儿有什么用 三菱柱说 把物体弹来弹去 已经接近人类认知水平的极限了 小菱子却说 也不尽然 他们有时候也用棍子打 或者用脚踢的 天知道这球经历了什么 要受这样的惩罚 下一站是个快摊电 音响冲上电后竟然还能用 三菱柱兴奋地跳起了新疆舞 小白和小菱子却对人类的进食方式表示奇怪 人类身上有很多孔 有的竟有的出 而机器人则只需要聚变电池就可以了 在他们眼里 人类也许只是未进化完全的低等生物 小白很好奇人类的创造者是谁 小菱子表示不清楚 他并没有查到过人类创造者的签名 这时一旁的三菱柱给他们科普 人类是一种名为神的神秘生物制造的 也不清楚 无缘无故的为什么制造人类 就在他们继续参观的时候 终于见到了地球上第一个生物 据说 曾经有些人类奉这种生物为主子 小猫咪一下跳到了小白腿上 小白顿时给吓得手足无措 小菱子说 你可以是师父摸他的毛发 听说人类都是这么做的 小白只好照做 猫咪舒爽地发出了呼噜声 这下可把几个机器人吓得够呛 接下来是游戏展览馆 这款游戏机型是X-Beauty 3 而小白正好是X-Beauty 4000 也就是说 尽管小白不愿意承认 但游戏机确实是他的祖先 拆下来的零件装到小白身上 竟然能直接通用 而小橘子的祖先是婴儿监视器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婴儿了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站 在地下18层 他们见到了人类的终极武器 一个一瞬间就能消灭所有人类的武器 但事实上 人类的毁灭却并不是出于核栈 而是环境污染 人类自以为是万物主宰 在肆无忌惮的污染水资源和大气资源后 人类就这样把自己作死了 但其实还有个更奇特的原因 他们改良了猫咪的基因 当猫咪拥有了可以自己开筋枪于罐头的手指后 人类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说话的声音竟然是来自背后 一直跟随他们的小猫咪 等三个机器人发现的时候 他们已经被无数猫星人团团围住了 看来这次旅途是没那么快结束了 好 好